平行球代表圈 championship 你好我是嘉宁 今天我們聊一個主題是 美國對12人名單確定的 關於這個主題我們並沒有寫成 文字角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不要再喜歡並分享這部影片 更別忘記訂閱頻道給個事實 budget 就這樣讓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影片中說的數據截至2019 8月25號 昨天美國隊在熱身賽以94比98輸給澳洲隊 這一輸也結束了美國隊的78連勝 包括熱身賽還有正規賽 賽後POPO教練士表示 任何球隊都會有輸球的一天 過去美國隊常常贏 不過輸球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我自己的看法其實也還好 畢竟是熱身賽 但這樣比賽過後 胡倫的凱尾庫子馬印象的關係 退一出美國隊 這也表示美國隊最終10人名單確定了 因為本來是13人 凱尾庫子馬退出之後名單也跟著確定 後場的部分是 綠山軍的Kemba Walker 聰明哥Smart 馬仕小白 爵士Mitchell 籃網的Joe Harris 封線的球員有 綠山軍雙炭花 Jason Titan John Brown 公路的Chris Middleton 國王的Harrison Browns 進區球員有6碼的Miles Turner 公路的Lopez 盡快的Mission Prongley 這份名單中比較有趣的是 原本在名單之中的Kyle Lowry 或者是Delon Fuzz 這兩人在上個賽季場均助攻數都超過7次 但Kyle Lowry印象的關係退出美國隊 而Fuzz則是因為要準備新賽季的關係也退出了 所以目前12人名單當中 沒有球員上個賽季場均助攻數是超過6次的 簡單的說必須要有更多的戰術來支撐整個進攻端 而不是靠一到兩位球員的能力 這裡指的是組織 第二個問題是火箭的PJ Tucker 音商的關係也退出了 但實際上他的退出對美國隊友也影響非常大 因為他跟聰明哥Smart一前場一後場的防守能力 應該會是球隊非常依賴的防守核心 現在PJ Tucker退出之後在4號位上 不管是Jason Triton Harrison Brooks等人的防守能力跟經驗 跟PJ Tucker相比其實還有段落差 所以PJ Tucker因商退出美國隊 我自己的看法影響非常大 目前這份名單可以說是不得已的名單 因為原本13人名單 破破教練還可以選擇自己心中的最佳12人名單 但KR Kuzma 印商退出之後 等於是被迫接受這份名單 接著我們來聊聊這份名單球名要注意的地方 目前這份名單中 在上個賽季場均得分超過20分的球員只有兩位 分別是Kimball Walker的25.6分 跟Mitro的23.8分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球迷會說星光暗淡的原因 圖表上看得很清楚 上個賽季聯盟場均前20名的球員 美國隊只有兩名球員參加 而不管是Kimball Walker或者是Mitro 這兩名球員都是後場球員 這點是要注意的 球隊平均得分第三高的球員是公路的Chris Milton 上個賽季場均有著18.3分的火力 除了以上三名得分超過18分的球員之外 事實上球迷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次美國隊的外線能力是相當可以期待的 其中包括Jaden Tayden 三分球命中率3x73 Harrison Browns 4x08 Lopez 3x65 Mitro Turner 3x88 Joy Harris更是聯盟上個賽季三分球最準的男人 三分球命中率有著4x74的水準 所以當後場兩顆引擎 Kimball Walker跟Mitro發動進攻的時候 場上其他三個位置 美國隊都具備外線能力 這點是球隊的優勢 禁區的防守方面Miles Turner是上個賽季聯盟的火鍋王 Lopez 護匡能力本來就是水準之上 現在要注意的是 美國對這次最大的威脅很有可能是 金塊Yokic跟小牛巨三兵Majanovich 坐鎮的賽爾維亞 這次打球非常硬的Mason Brownlee 就會是板燈上的關鍵球員了 這次的名單中 只有Kimball Walker一人入選年度三隊的肯定 所以真的稱不上是夢幻隊 有球迷開玩笑說 教練比球員更夢幻 這是事實 因為Povo教練跟助理教練 Steve Kerr 在擔任教練時期 分別拿下五次跟三次的MBA總冠軍 所以教練團比球員更夢幻這個說法 我個人是可以接受的 這次的陣容 雖然只有Kimball Walker一個人入選過 年度三隊的肯定 但包括傑森泰騰 Mitchell Jaren Brown Males Turner Mason Brownlee Helison Barnes 也都入選過年度新秀一二隊的肯定 所以整個陣容雖然不像過去幾件那麼樣的星光閃閃 但這些年輕球員也都是目前聯盟中的一時之選 接著就要看教練團的功力 好玩的是12人名單之中東區佔了8位 而綠三軍一支球隊就佔了4位 所以這次的世界盃真的可以稱為美國世界盃綠三軍隊 身為綠三軍全民的我當然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除了提早磨合之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跟著偉大的Povo教練 以及目前最優秀的教練之一Steve Kerr一起學習 這對綠三軍這幾位年輕球員來說 會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旅程跟經驗 最後想要說的是代表國家出賽當然是一種榮譽 但職業球員有職業球員的考量 因為只要一個受傷 球員的職業生涯會受到很大的考驗 當年的Povo就是最好的例子 再加上今年是世界盃也不是奧運 還有西區整體實在太亂了 所以尊重每個球員的決定 這是最基本的 畢竟他們是職業球員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那今天影片在這邊結束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事實的鼓勵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Johnny 我們下期見 掰掰唷